那下一个,再做给大家吃一个,这个请胡椒 这个请胡椒都是胎鬼的一个陪餐 然后很多胎鬼菜也都是拿这个请胡椒粥的 这个还蛮好吃的 这个还挺好吃的,疗杂的 挑嘴的又有点麻 舌头也有点麻 然后这个味道会扩散 这个味道扩散的这个过程和状态就好像 豁散的那个熔岩流下来的 比较辣还挺香的 这个东西就是吃得关就吃得关 吃不关就吃不关 嗯,基本上我都是能吃亮丽 多了也吃不了了 那这个请胡椒就先吃到这儿